修行人不能度假 一度假就完了 常常修度假 一辈子也恢复过来 不用功的人不知道 用功的人想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的事情一生当中没有度过假 什么时候可以度假参学呢 那个还不是度假参学 华严精商给我们说出标准了 破一瓶无名 振一分自信 这个时候可以参学 为什么呢 你去度假也没关系 你决定不会受外面环境的干扰 他有这种本思啊 有这样的净会啊 这是什么地位呢 刚才所讲的原教初入的地位 破一瓶无名 这一分发生啊 你才有资格出去参学啊 现在年轻人哪里懂得这个道理 我在年轻时候也不懂啊 我在李老师会下求学的时候 大概是五六年的样子 我出家 三四年 有一个机缘 道场里面呢 有一位居士 他有一个别墅在山上 没有人住 是个日式的房子 第二次大战时候建 建在这个乡下山上 房子后面呢 是防空洞 那个时候是 独避 盟军洪荡 因为还是在日本人 同志的时代 战争结束之后了 他们这个地方就没有人去 房子建得很好 他要拿这个房子来供养我 我们有几个出家人 我就把这个事情 向李老师报告 我说我们去住山 像住老棚 住山修行 环境很亲近 现在有这个语言 李老师 也不给我说什么话 讲经的时候 跟大众宣布了 实际上 那就是对我讲 说什么呢 说闭关跟住山 在佛法里面 是有条件的 不是无条件的 闭关不住山 那不好啊 你想清福啊 他就决古人的例子 赵州八世 有心觉 赵州和山 上一次 敬会法司到这边来 敬会法司到场 就是赵州的 创建 本寺 赵州和山 八十岁 他为什么不去对关 他为什么不去住老棚 不够条件 什么条件 李老师说 敬会大彻大悟 明显见信 才有资格 住毛棚 才有资格 避兑 教下 研究经教 大开远景 这才有资格 这才有资格 进途中的呢 要念到 礼仪性不乱 事业性 还不行呢 还不够资格 老师这么一说 当然 我们没有资格 那差太远了 老师接着 告诉我 自己成就之后 就要教法众生 哪里还有时间 去闭关 不保护 哪里 违背了自己的本运 众生 无便 谁愿度 你不度众生 你一跑去 自己想清福去了 那到底什么条件 才能闭关 才能够渡山 彻悟之后 大开远景之后 没有化缘 换一句话说 没有人请你 讲经厕法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 闭关 竹毛棚 信一下 参学的 学人 所以说是 寻死 防盗 谁是真善之师呢 这些人打听 哪个人 住毛骨 哪个人 闭关 那个人 是真善之师 去亲近他 到处打听呢 哪个地方 有人住毛骨 如果亲近他 他不是真地开悟了 没有能力叫你 你把他关门打开 出来出来 更回到餐学 他没有资格 闭关 闭关 住毛骨 天人 死 这就是向社会大众宣告 他的道业 陈舅 已经临行 见行 向大众宣告 你们如果想求法 到我这来 我在这里等你 等待 十阶 应免 陈属 是这么会 事情 要不然 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不去住毛骨 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不去住毛骨 我们这才恍然 大路 以后 在尼老师面前 不敢再提这个话了 那么现在 那么现在 年轻人 没有亲近善知识 没有人教导他 年纪轻轻 出嫁还没几天 就闭关了 就去住山去住毛骨去了 就去住山去住毛骨去了 他会有什么成就 听见没有明白今天 没有明白今天的意思了 别听了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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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